2020年5月25日美东时间早晨的12点刚过两分 中国的股市上半场已经收盘收完了 先来看创源科技 创源科技高开大概四五个点 然后呢瞬间冲上涨停 随后有部分资金获利了结 然后呢将涨停板打开 在差不多四五分钟以后呢 那么再继续封上涨停 这是创源科技第四个涨停板 有阿股份 有阿股份他 我继续看好他 我仍有磁仓 他可能这个周线就即将面临一个新的突破 创业黑马呢 我暂时进行了一个卖出操作 因为要去腾出一部分资金去买这个盗盗权 盗盗权是我看到他 这个这一周应该是就要突破了 那我会做一个买入的操作 另外一个刚看到了香油泵 6033319 这个股票我马上建仓 这个应该也是周线上会有一个比较好的表现 亚沙股份 应该是大概会大概会止跌这样子 也还要还要再看 因为他的30分钟线只是刚刚止跌而已 刚刚起稳 还需要再看他是否还会继续再来一个下跌的动作 暂时可以是高抛低吸这样的操作 或者是干脆就离场先观望 等待30分钟的那个K线走稳了再说 好 这个就是5月25号 我凌晨的时候发一个比较短的视频 看看这个效果怎么样 如果你喜欢的话 请给我提一些意见 好吗 谢谢 请不吝点赞